A.I. Artists is generating Oh no Holy shit 倒穿改画 怎么让人物和背景淡统一 有没有人就一下 就是感觉越细化越奇怪 风格变得死板了 人物和背景融入不了 怎么办呢 妈 要提升这一张作品的效果 非常简单 就是 加点光影 OK OK 之前我们斗斗村改画节目 都是很适合短视频的快节奏 很多村民想知道 一副作品想要有战局上的提升 到底要改哪些点 是怎么样自己能找到 这一个一个改变战局的点的 所以本期村长带村民们一起 慢慢的来看一下 村长改一幅画 是怎么样一步步完成的 村民们可以倒上一杯周黑鸭 啃上一杯耐血的茶 慢慢的享用本期节目 其实是村长每期改画 经历了那么多痛苦 不能一个人吃 来 村长喂你 这副作品呢 角色的面容还是非常可爱的 在村长改画之前 村民们都可以先暂停视频 在留言或者弹幕里 回复一下你觉得 改哪些点可以给这副作品 带来战局上的提升 一会儿可以看一看 和村长分析的思路是不是一样 当然完全不一样也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完全完全一样的话 我们可能是同父一母的兄弟 或者平行宇宙的另一个村长 1.0村长 刚刚刚 我们要像村长这种专业的改画 一定要先解读一下 村民原本画这张图的时候 想着什么 画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村长从这一幅作品里头呢 感觉到 这女孩虽然在笑 嘿嘿 但是这个肢体啊 比较蜷缩在一起 就好像握手会的时候 遇到了一群像村长这种 臭臭的大叔 想要拒绝 但又不得不保持 一个商业的微笑 No No please don't come 或者又好像是idol在舞台上跳舞 但下面有一群臭臭的大叔 在拍人家的群下风光 今天没有穿打底裤 吃了很多重口的东西 或者我是我娘 下面不给看 怕赛子吓到你们 所以我们改画规则 No.1 尽可能的保留 村民们更多原本作品上的东西 No.2 尽量只改村民提出的问题 让别人问光影 然后我们跑去改人家透视之类 每次改画的第一步 其实都是村长最害怕 最害怕的 不是光影 不是人体 不是透视 而是抠图 大部分改画村长都得像这样 把村民们明明画得很光鲜亮丽的小姐姐小哥哥 从鼻涕邋遢 无可救药的背景里面拯救出来 村长有时候在想 为什么大部分村民都能把角色画得非常可爱 让背景去搞得像完全的新手画 It's so confusing 觉得自己角色画得比背景好的村民 答 奶奶 觉得自己物品啊 场景比角色画得好的村民 答 外婆 这个是 这个是 fucking boring 有没有想要应聘 抖抖村抠图小伙伴的村民 举个小手 而且现在各种AI 玩得天花乱坠 这没有人出一个抠图AI 要求不高的 会抠图 会做 Campaccino就够了 我直接出一个会改化的村长AI 岂不爽哉 你个狗 我是猫 OK 刻好图以后 我们丢一个纯色 啊 世界终于安静了 小姐姐终于像从安装了一堆弹窗的Windows 变成了纯净版Windows 然而我们改图的方向呢 就是这个IDOL站在一个舞台上正在表演 那么原图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感觉好像租这个场地 已经把所有经费全部用完了 灯光就只能从家里带几个这种柔柔的护眼灯来了 有去现场看过演唱会的村民 举起你的小手 很多时候那种Rock and Roll IDOL背后的那种灯光都是非常强的 第一呢 是为了闪下观众 第二呢 就是为了清晰的把前面IDOL Codeplay啊 周杰伦的轮廓 清晰的勾勒出来 所以优秀的舞台设计师和我们画手的思路 其实是一样的 所谓殊途同归 条条大路通背光啊 村长这里呢 想给IDOL的背后 做两个超级闪耀的那种大灯 但我们愚蠢的Procate软件 拉这种规则图形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村长只能靠 手画一些很弱智的灯光 but it's not a problem 因为我本来就希望 后面的灯光是那种 模模糊糊失焦的感觉 所以拿出我们的最爱 Gaussian Blur 一层不够的话可以 Bur多层 总之就是要Bur出那种 梦幻的感觉 第一层村长不是很喜欢啊 因为村长不希望有这种明显的 呐喊框一样的形状 不然这就不像灯光 而像这个女孩的内心独白了 Gaussian Blur 所以村长试一下 把这个灯光最中心最亮的地方 用源头的笔刷给他做一下 提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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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亮亮亮 It's so good Shiny 当IDALU的背后有这么强的灯光的时候 那么它的上方也会笼罩一层 渐变的非常淡的一个同样颜色的灯光 所以我们也给它制造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愚蠢的Procate 连渐变的功能都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用软边的喷枪 先这么画一笔 然后这样调整大小 它做出好像渐变的感觉 Fuck Procreate 这个灰光若有若无就行 不能做的太夸张了 Beautiful Beautiful That's good 然后背景里村长还想给它来几个 射灯 来几个这种小光条 制作的原理也是一样 但射灯的亮度村长也不太想抢 最上方的两个大灯 我们来做一个前后的比较 这是之前 That's it 一下经费足了很多的感觉 因为距离上一次村长改化系列 又过了大半年了 这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村长只要改到这个状态以后 就没必要再改了 直接用 AI改化 现在随便下载一个民用级AI都可以改化了 导入你的渣渣图 AI artist is generating 这些细节倒是精致了吧 但不仅这个人物和之前的人物毫无关系 舞台也变成一个海边看春节放烟火了 然后这些光影也都是软软的 太大众了 可能在真正的村长改化AI诞生之前 还是只有村长自己来改了 那现在当背光打到这么亮的时候 整个画面的光影就出现了一个 Iwakan 村长想问一问 这个Iwakan是什么 5 4 3 2 1 回答前面这个角色有些太亮了的村民 村长给你一个大大的 那现在村长就想把这个角色调暗一点 然后背后这些经费给足了的光 散发着这种黄色的光 所以整个角色我也想让它 稍微带上一点点的黄色 那么如果只是保持这样 大部分观众会感觉这个人物太黑太平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做最重要的一步 在他的身上打出优美有趣的光斑 去体谅他 接下来村长要开启 YOW RAID TRACING BOW 村长想先试一试 给他打一个黄色的顶光 这个顶光其实不是后面这一个背光来的 肯定是在场景里头 角色的头顶 但是靠前的方向 稍微有一个灯光打下来 现在村长就在心中默默的演算 凡是稍微朝上的面 都应该可以获得这个顶光的造色 所以你要想一想哪里是朝上面的面 比如肩膀肯定是朝上的 然后这个玩意肯定是朝上的 它的小腹要不要受到顶光的造色 那就要看他平常吃的有多少了 只要我们这样多增加一块光斑 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idol 还是一个吃播主播一目了然 在二次元面容里面 面部上面怎么打光 是村长每次最纠结的一件事 因为严格按照二次元的三维立体结构来说 前面有一个光的话 会把整个脸打成这样 反正这种打光会感觉 颧骨高高的 马云感杠杠的 所以村长一般在面部会尽量 不要按真实的光影去画 而是比如简单的 在小鼻子这里打亮一点点 村民们更喜欢刚才的马云光 还是这种小鼻子 用你的颧骨投个票吧 在舞台上 虽然灯光一般是从上往下 但是当这些色灯打到下面以后 下面有很多干冰雾气 这些雾气又会往上方的面反射 一些非常淡的灯光 大概就这种感觉 看一下前后对比 终于咱们可爱的IDOL的上半身 不再是纸片 有了一些立体的感觉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中断村民 才会感觉有问题的地方 比如说村长还是感觉 这整个角色的重心 有一些往这边要偏倒的感觉 就像 而且IDOL的动态 就像之前说的 有些太拘谨了 所有的手啊 脚啊 都是藏在这一个图形的内部 村长还是希望 他稍微能够把手张开一点点 或这个场景里头 多增加一些什么 好玩的道具啊 之类的 道具 村民们感觉能加一些什么道具 能够在不怎么改变 这个动态的前提下 能让画面里头的东西丰富一些呢 5 4 3 2 1 村长在想 能不能手上给他加一个魔法 对不起 粉丝们 我今年就要从这个女团毕业了 我最后想告诉大家 我其实不是IDOL 我是Magic小舅 村长的话 会想要不要增加一根大棍子 就是这种支架麦克风 村长会觉得这个IDOL 其实是从这里到这里的直线 那么我给他多增加一根朝这边的棍子 就会构成一个比较好玩的这种十字叉的结构 而且更能合理的解释这个姿态到底在干什么 Right 但我很肯定村民里面还有更好的建议 打在公屏上 让你之后重看这个节目弹幕的村长 无地自容 只能缺附 关于这个剧景的动态呢 村长想尝试一下把这个角色右手再往右边撑开一些 村长扩大了画布以后 这两边的裙子就一直没有补完 估计刚才是急死了一批强迫症村民 村长之所以不想补完这个裙子 就是现在这个裙子看上去有点太像纸片了 就是这样呜一下 所以村长想通过裙子的这种摆动 来制造一些众生方向的立体感 比如说村长想试一试 能不能让这个idol的大腿 向观众这个方向顶出来 裙子这么遮遮掩掩的干什么 idolなら就让裙子飞起来 当然这个裙子虽然掀起来了 但你也不要太过有期待 这里可不是都有村工坊日常打卡区那种法外之地 咱村的节目要过神 还是得穿个打底裤打点阴影什么的 不知道村民们对陆底裤是什么感觉 反正好像村长画了20年了也不觉得有个什么 但还是经常被观众投诉 所以做个陡村小调查 村民们觉得陆内裤是不是特别的违禁 0到5分 0是完全无感 傻玩意儿 5是光芒万丈太刺眼了 咻咻 来验证一下有没有那种向观众顶出来的感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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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还卡在循环 哇 马上卡 难道海尔村民 马上三年 赶快点 看着啊 成功了 三斤 村长看到原作的背后 idol的后面还有一些头发 大家感觉这头发前面还很柔软飘逸 后面就像发胶都定不住了 直接上502浇水了 觉得感觉后面都不是头发 而是被很多触手给支配了 哦 怪不得舞足这里 这村民 有点东西 村长还是太天真纯洁了 まあ anyway 村长还是按照纯洁的改法 给idol的背后加一些 飘逸一些的头发 像飘逸的头发呢 我们都可以这样 啊 画更多的这种S型的色块 哦 这样 哦 这样 把它飘起来 然后锁定它的透明像素 依然用头上的这些亮光的颜色 来把头发向上的地方给它打亮 哦 看 哦 就头发上面不要只上一个颜色 后面前面头发都符合一样的光影原理 这样 哦 哦 就再给面容啊人体做一些小小的羞羞补补补 然后就可以收工下班啦 董事 村民们觉得本期村长有达的村民要求 让人物和背景更加融合 达五分 感觉村长大大拉低了原作 达 minus a thousand 感觉AI改化的版本 大大柔硬的村长 达 村长裤子掉地 也记得点个赞赏个币 关注加入咱们这个小村子 想要参加未来的改化系列 都可以用hashtag 豆子村达姨修舍召唤村长 村民们下次见 adios